大家好 你是否又不知道如何令到報索 回應老闆需求的煩惱? 第一次做主管很多事都不懂 總是一關過緣由有一關 好像看不到盡頭 這裡有20個新手主管最常遇到的挑戰 提供有用的日常秘訣 好讓你逐步成為得報索心、莫老闆順來的超級主管 第一,指導要解釋為什麼 很多人以為直接給建議就好 還叫對方照著做好難嗎? 比較好的方法其實是要說明你的建議背後的考量 讓報索跟上你的思考 這樣的做法好處是 他不需要每件事都要問你 因為你教識他怎樣想之後 漸漸他的想法就會跟得上你 跟類似類型的事件 跟類似類型的情況 他們就會知道你的想法跟著做 這樣就會更好 好了,同一時候 也給你一個機會去解釋 為什麼你不認同對方的方法 他的方法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就算不好,為什麼起情形又不用呢? 這樣會好很多的 不要直接說你錯了 那部熟聽下去很難順復 好了,第二 搞正錯,不要噴時機 做錯就開拖很正常 難道還要照顧對方的玻璃心嗎? 寶人又方,山起門寶 指證具體行為 千萬不要批評人格特質 人要面子,樹要皮 通常你要寶下屬 都要山起門來寶 我們說山起門打狗 山起門打狗 我自己就通常 就算在客人面前 或者在其他人 我們同部門的人以外 即使有錯 的錯是我們自己的 我如果想 我會馬上代為道歉 然後就算了 我就不會在這麼多人面前 講那個做錯人的錯 那 通常 如果很緊急 當然就會拉在一邊 關門說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等開大會的時候 一起說 跟其他團隊的 團隊一起去交流 所以 千萬不要在很多人面前 糾正你團隊的錯 那 那 說的時候 都是要針對那個行為 就不要扯到其他地方 就不要說 都知道你的人是這樣的 所以你會做錯 他做錯不是因為他的人 是這樣 是那樣東西做錯 我不會想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只會針對 這個 在這個情形 是不適當 或者不對 或者根本錯了 這樣 我就不會 牽涉其他的東西進去 第3 陸子令 不是出一張罪就好 很多人 很多 新手的主管 都指派大家做事 本來就是主管的責任 沒錯 那 第一 你指派 是你 指派工作是你的責任 但是 負責 都是你的責任 這個是一體的 當然 很多時候分配任務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親身示範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 那 如果不行的話 你都要隨時準備好 出手幫助的時間 譬如說 講一個例子 我以前做IT的時候 當然我現在都做IT 以前我有一間公司的時候 晚上 他們要 升級設備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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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他們學習 怎樣做 我不自己出手 我就叫他們做 但是 我沒有回家 我就坐在一旁 等他們 等等等 他們搞好久 都沒遇到問題 我就馬上跳下去 解決了 我都沒有說他們什麼 我都說 我都預料這些 有出問題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雖然拉長了 但是 大家學到的東西 最好 所以 就不只是 下訂單就算了 你 如果可以的話 就親身一起去參與 如果 是給他們機會學習的話 你就要準備 後命 在旁邊 綁手 大四 切目標 亦都要切行動指南 挑明任務底線 告解失敗後果 這個 很多新手都會說 我要你 在11點 到A點 如果你 失敗了 你就會點點點 這個很多新手老闆都做 不要說新手老闆 很多老闆都做 但是 其實這樣 是幫不到你的 你的隊員都做事 你 這樣的 指令 是幫不到他們 的 比較正確的是 立下行動的準則及步驟 越具體越有效 也就是說 你要說 11點 你一定要到幾點 沒錯 但是 你同時都要說 因為 你其實都應該已經 做過 也試過 假設 那 你就應該說 你應該幾點出門 哪裡搭什麼車 幾點幾點 然後走哪裡 左彎右拐 然後 坐的士 上樓梯 下樓梯 越具體就越好 如果你已經做過 但是 那萬一你沒有做過 那樣東西 你也是打敗做 那 你就可以拿一些 類似過去的經驗來 提醒他們 哦 類似的工作 我也做過 根據我的經驗 這個是不行的 那個一定要做 這個一定不能做 這個可以怎樣 所以 加多些交流 加多些你的經驗 和你的想法 給他們 幫助他們 一起度過難關 那才是最好的方法 出錯 不要第一時間推託 有公主管領 有錯 立刻追究責任 推給部屬 這些 很多主管都會做 正確的做法 預示 挺身而出 有表現 有機會讓 優先讓 被部屬 這個也是 很多主管 因為他們 跟著主管 跟得好錯 所以 他們都有些好錯的想法 就是 做老闆 做manager 就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 推些靈子出來 替死 實際 一個好的老闆 是 應該扔回頭 他的功是 比部屬靈 有錯 要自己出來 頂住 原因是 所以 如果 作為主管 如果 每次都出問題 你 你 你覺得 人體外人 看起來 你會是一個好主管嗎 不會的 不會的 就好像 一隊球 每天在輸球的時候 你 帶隊教練 不會有人說 這個教練好的 沒有人敢說 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 應該 一有錯 如果 對方 平息不到 你的隊員 平息不到 對方 以你的經驗 走出來 頂住 硬吃了 用你的方式 去平息老闆 先 跟手 如果有機會 給你的下屬 去表現 有功靈的 那些 你就應該由他們去做 你明知 一定不能靈到功的 很容易做 不難的 你就應該讓他們去做 OK 但是 最重點 最重點 就是 大一 出錯了 大一 時間 如果 辣著火頭 燒起你 你自身 一定要大一個 走出來撲火 不要 不然 不然 你以後 都不用大女 再看 雅別犧牲 員工健康 想到什麼 就說 發訊息 不分日夜 不管是否是 週末或者假日 比較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設定發送時間 再急都不要打擾 報索 那 說真的 做主管的時候 我只是 行指一個宗旨 就是 己所不欲 物施於人 對不對 假設你自己做 做年輕人也好 就算你做主管 理上高 可能還有更高的主管 有CEO MD 那些 你也不會想 他們 在 假期 晚上 11、12 或者 週末 訊息 你 你不想 你的老闆 這樣做 那 你也不應該 這樣對 你們下屬 就這麼簡單 第1 第2 標題就提到了 犧牲員工的健康 說真的 難得輕一點說一句 假設 他是你的馬 廣東人很喜歡 馬仔 馬仔 你的馬仔 如果他是一匹馬的話 你想他健健康康 幫你拉車 幫你拉磨石 去磨東西 還是每天都在病 病了 就拉不動車 拉不到你的磨石 簡單來說 就幫不了你 這個比較難聽一點的說法 但是 虧 究竟 也真的是這樣 你不希望 你員工每天都請假 病假 幫不了你 什麼都要自己做 所以 照顧他們的健康 照顧他們的健康 同一時候 肌道的健康 並不像身體的身心 我們說身心 健康也要照顧 所以身體健康是一回事 心理的健康也是一回事 心理要保護的話 千萬不要隨便 不選擇時間去發送你的電話 電話 應該 極其量到8點後 就盡量打架 OK 第七點 預示平進 不是叫你跟風 那 Google Microsoft 都在利用奧劇 我都來試一試 其他公司適用 就不代表你的公司適用 那你就應該先了解你的團隊 那這裡 最重點都是那句 先要了解你的團隊 你要了解你的 團隊的優點 強項在哪裏 弱點在哪裏 強項在哪裏 然後你再看 這些新的東西 合不合不合不合 OK 所以這個重點是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團隊 那你才可以看 那當然不是說不讓你跟上去 而是 如果你想跟上去 你都要確定他們能跟上去 對嗎 假設你在打仗 通常將軍是坐馬的 我們要衝過去 但你的兵是 你的手下全部跑步 那怎樣能跟上去呢 你想想打仗的情形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 你就很麻煩 你一個人衝進去敵陣 而你的小子又幫不到 你就隨時就是這樣 對嗎 所以同樣的 你應該以示並進 對 你應該進步 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小子 適合 讓他跟得上你 你才可以一起做 OK 大八 分配工作 先求適能 再求公平 很多老闆都以為 每一個人的工作量都差不多 那算公平了吧 其實呢 工作量呢 是比較其次的 讓每一個人都能發揮所長才是比較重要 那其實 就不是以工作量來看 因為 如果你 其實這句話呢 在美國 每個人都能夠發揮所長比較重要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 給一個工作 A軍做 A軍是很擅長做這個工作的 那 B軍 你給另一個 另一個 另一個 B軍做的工作 那他們每一個人 如果都能夠擅長做 那樣東西的話 那他們就很快可以完成 那其實工作量從而就會 他們就不會覺得自己很重的工作量 因為他們很快就做得了 但是 如果你不斷堆一堆 他們不做不來的事 他們不擅長做的事 那最後 你全部卡在那裡 因為 沒有一份工作 沒有一個 工作 是完成得到的 大家就卡在那裡 所以 都是回去 好像剛才那一點 你們每一個老闆 都要清楚知道 你們的強項和弱點 然後讓他們發揮所長 那你說 我請的人都沒有這個工作能力 那你就要看我之前的那個視頻 怎樣去請人 這是其一 請人很重要 那過後請回來 當然沒辦法 那唯有就是 訓練他們 帶好他們 適合的訓練 讓他們可以擅長工作 工作上的那種task OK 大九點 推動改革 先安人心 再安SOP 新官上任第一天 講清楚 行事規矩 醜話說在前頭 很多老闆一上任 就是這樣 什麼都說 這個做不好 就會怎樣 那個做不好 就會怎樣 就會炒 好像要立威 但其實比較 比較 正確的做法 是應該了解整個團隊的現況 建立了信任關係 先安內後讓外 就像我一樣 每當我 在一間新公司做LEED的時候 做頭的時候 我都不會 改任何事情 至少 一個月到三個月 我都不會做任何改變 除非有些事情 我覺得 不改不行 會影響 很大的影響之外 我都盡量 他們先維持現在現有的做法 因為第一 你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現在是這樣的做法 可能是因為一些 硬件上 或者 環境上 所造成的限制 而導致的 可能他們的做法 不是最好 不是最 最應該的方法 但是 可能公司的其他的部門 一定要這樣 可能公司的 其他的 政策導致的 所以你先要了解 如果是因為外 外在環境所導致 你應該先要處理外在環境 你才可以改 你的內 才可以改 你的內有的SOP 當然 這裡說 先安內後讓外 其實就是 即使你真的不改 任何事情之前 你都應該 跟你的新部門 建立了信任關係 才開始改 所以我的做法 就是 至少用一個月 去摸透他們的性格 摸透現在的SOP 或者現在的做法 看有什麼可以改進 才會慢慢的 才會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改 因為 你想到 團隊的援老闆 都已經 人心惶惶 他們會不會 炒 你會不會炒 他 如果再加更多 改變 你會令整個團隊更加不穩固 所以 如果你真是新官上任 千萬千萬給一個月的時間 千萬不要動太多 給自己一個月的時間 了解 了解情況 才好再想 改更改任何事情 好了 來到大十點 打好關係 就不是靠請吃飯 想跟團隊打成一片 請部屬吃飯就可以了 這些是很多主管的想法 因為我們廣東人說 雞腿打人牙搞怨 問題是 吃飯不見得是真心交流 平時多關心 或者在會員上溝通 更加重要 那 吃飯如果你要交流的話 我始終認為 一對一的吃飯會好一點 當然你要看你 你 你想 我不認為一片人一起吃飯 是一個打好關係 一對一的打好關係 對 你可以成為一隊人 一個團隊精神 這是我同意的 但是如果你 因為你不只要一隊人 要打好關係 你要跟每一個人 你一隊人出去吃飯 你很多時候很難真心交流 而且有些比較活躍的人 你就會跟他們聊多些 有些就聊少些 其實你會錯過了一些人 所以 最好的方法 就是 一班人 有一班人的食物 一對一的交流 都要有 那 怎樣交流 其實是看你自己 怎樣做的 我個人是以吃飯為主 因為我覺得在餐桌上 可以比較容易聊天 我就不會在會議上溝通 但是會議上的溝通 是另外一些公事上的溝通 所以 不要只想請吃飯就算 而是要在吃飯的動作上 加入你的關心 去真心交流 大約11點 經驗分享 無論為止 是當年用 我以前都是這樣做 你們為什麼做不到 很多 很多老闆都是這樣的 其實 前面那一句是對的 我以前都是這樣做 但是 你不要問他們為什麼做不到 我通常都是說 我會好像 正確的做法就是 講述失敗的經驗 讓部叔有心理安全感 我通常都是會 說我以前是這樣做 有危險的地方 你們要留意一下 我就不會覺得 他們一定做得到 或者不會失敗 反而是 我會根據我的經驗 講更多 必須要留意 如果不留意 會失敗的地方 讓他們知道 如果真的失敗了 就只會是 大家檢討的失敗 我就不會說 你有沒有搞錯 我都做到 這樣 分享經驗 是應該要 但是 不是 當年用 是當年用 就是 說我以前的輝王成績 是怎樣怎樣怎樣 做一百架 二百架 三千架 這些就只是 看當年用 但是 如果你說 當年我做一百架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方法 這樣做 這樣養育到這些 這些挑戰 我就這麼克服 詳細地去 那是經驗分享 那是值得看的 但是 如果你只提 當年用 就會變成吹水 這個 都是很多 老闆會犯的錯 十二點 換位思考 要換對位置 很多老闆會要求下屬 從經營者角度思考 懂老闆心 執行更有效 而 一個老闆應該指引 熟慧自己 未來做準備 切身相關 才會全力依陪 這個 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老闆就說 你要從老闆的角度去出發 我不喜歡這樣做 我不喜歡 老闆用這種 我自己也不會用這種 方法去要求 是因為 其實 你只會讓你的下屬 覺得 要他們做牛做貓 為你這個做老闆的賣命 這個是會 反效果的 我的做法 永遠都是 因為 不是為了他們好聽 而是真的 我真的 真心地想 我會問他們 你們想要什麼 你想要的這些 裡面 這些部分 可以幫到公司 所以我會幫你這些 所以你可以幫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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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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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有 我們做IT 經常賣產品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 你們的員工 要有一些認證的 譬如說 簡單你們明白的 就是 按熱水器 按熱水器 你需要 考一個牌照 即是 安全電的牌照 假設 他就會說 你用我的 熱水器 你下面 最少有兩個人 要拿這個 譬如說 拿這個認證 那 我就會問下屬 你們有沒有興趣 拿這個認證 因為 你拿這個認證 你自己 因為 這些安全認證 不是 Title公司 是Title人 你去考 你拿到認證 是你 Under你的名字 當我們 公司裏面 有兩個 有Title 我們就可以 跟這間公司 拿這個 買水器的代理 那 是不是一個 Win-Win的情況 那麼 那 這些下屬 可以 全力以赴去做 因為 他很清楚知道 他去考這個認證 不是為公司 而 是 為了自己 自己 是一個最大的職業 公司 只是 純手用你 不是很明義的 所以 我的做法 是從這種做法出發的 我會問 你需要什麼 我就會看公司 有什麼 可以一起 Win-Win situation 我就會 培養你 去那個部分 所以 日後 我們公司 可以用到你 對不對 所以 千萬不要覺得 千萬不要做老闆 千萬不要一個心 就是 我想那些下屬 為我做 做媽 某個層面上 我這些中 中階的主管 即是上高 也有老闆 我們是 我們是 兩邊的 博人 我們要 幫上高的老闆 做人 做事 我們都要幫下低的下屬 想 OK 十三點 做得好 不代表你不需要協助 很多老闆就覺得 我的團隊能力強 向心力大 對外出征絕對沒有問題 對自己有信心 是好事來的 但是外部的援助 是有備無患 要花心思 建立外部隱瞞 舉個例子 我都是IT 一直做IT manager 不是一直 我都有做IT manager 有幾個 在一間公司裏面 除了IT部 還有Admin HR Finance 之類的部門 那 你自己 鞏固了你的團隊 是好事 這個是必然 但是同一時候 你都沒有忘記 這些 其他部門 你都要去 搞好關係 譬如說 我們IT 買東西 買PC 要有 買PC 要有金錢 出錢 可能你趕自要 那批貨 你如果跟金錢 關係好 你就跟他們說 我知道 工作是 金錢 可以有三天 那大批東西趕 幫我出 今天出錢 可以嗎 那 如果你關係 搞得好 他就可以幫你 因為這些 出錢快問 幫你是 人情 不幫你 也是道理 因為他們金錢 通常會說 出錢需要三天 或者兩天 之類的 所以 跟其他部門 建立關係 都是應該的 那 不只是你 或者你的團隊強 那是必然的 但是 多一個朋友 就少一個敵 強大 不代表什麼都懂 很多老闆覺得 每一件事 當然做得最好 所以 實際上 不是這樣 大隊打仗 是折長保短的 適時示弱 就會激起 團隊的鬥志 所以 適時的示弱 我始終認為 是 做不到 無論如何 還是要說 做不到 不需要給 假的 希望他們 反而是 要讓他們知道 是多麼危急 的情形 所以 要大激起 團隊的鬥志 那 就不需要 什麼都覺得 做老闆 就什麼都要懂 我就 不是這樣做事 我會跟他們說 我的優點是什麼 優點是什麼 所以 我的優點 就需要大家去 幫助 就是這樣 十五 順從 不是一百百 的好事 很多 中層 中階老闆 就說 就這樣做事 我老闆說 一就一 說二就二 尊守 決策 準沒錯 但是 我做中階老闆 做我老闆 也不是 那麼好受格 因為 我不是 一個應聲蟲 因為好的老闆 是不會要一個應聲蟲 去指望你 給他更好的辦法 就像我老闆 請我回來做IT 給你 當然他 當然是覺得 我的IT 給他好 如果不是請我回來 罷鬼 所以 只要老闆的決策 我覺得認為 有更好的方法 我一定會看出來 而且我會極力去爭取 當老闆都是選擇自己的選擇的時候 我會跟著做 但是 我一定會 餘留空間 讓他保譜 我來保獲的 OK 當然 所以 你一開始要 要 棄直去 講出你的 你的建議 但是不表示你要硬碰硬 讓他難以下台 所以 當他覺得 他是正確的 你讓他正確的 但是 你就要做一個 我們所謂的 危險管理 就是 萬一出錯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怎麼補救 怎樣 連損失 減低到最大 所以 到中階的 股子 是不需要一定 100% 十六 再熟 沒有分 都忘記了分寸 很多 中階主管 因為跟老闆一起打天下 他們會說 老闆就像我兄弟一樣 這些事情一定會同意 那 我呢 都是 都是 跟老闆 都跟一些老闆 出生日死過 但是 我很清楚自己 可以決定什麼 不可以決定什麼 所以 當我知道這件事 不是在我的職責裡面 可以決定的事情 我是不會下決定的 除非老闆說 我現在沒有空 我下不了決定 你去下 我有授權 另外一回事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一定一定會請示 那老闆 無論那老闆跟我多熟 我多熟 都好 一是尊重 二是 真的不在我的職權範圍的事情 我是不應該去做 這個是要有倫理之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十七點 得人心不是跟每一個人交朋友 很多人都以為 跟每一位部屬打好關係 大家喜歡我就好辦事 但事實呢 就不是這樣的 因為 你總會跟一些人合不來 我們跟一些人合不來 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就要 談的時候 就要做事論事 才有考慮 其實 你 都是那一句 所以我 我第一個做的 slide 就是 怎樣請人 因為我覺得請人很重要 因為 你請到一個 你夾得來才是 最重要的 那 如果其他部門 當然不是你請的 所以你夾不來 沒有所謂的 這個不重要 但是一定 我們說professional way 去處理問題 公司的 policy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跟著的policy 跟著的黑黑白白 同一時候 我們都要明白 對方幫你 是人情 不幫你 是道理 你自己要想 OK 所以 你需要花時間 和心力 去打好 人際網絡關係 但是 不是真的要 弄錄公視的 每一個人 18 壞消息 不要等到最後一刻 才說 很多老闆都以為 負面狀況 那麼多 向團隊宣布 會打擊士氣 其實這個是很錯的 這就是一些老闆 很自負的想法 實際情形 應該說明真相 讓大家想辦法 知道自己為何而戰 很多老闆都覺得 我想不到的方法 你們會想到嗎 所以他們始終認為 負面消息 好像會打擊士氣 那 我不是 我一向都是 那 情形是這樣的 我們來到這個問題 大家一起想辦法 去打揚這場章 OK 如果有時候 我會 什麼氣 我會 撐下來 但是 大家一起跟我 一起去 共同分發 給大家一個目標 所以 壞消息 不一定是 會打擊士氣 如果 你們 全隊的士氣 夠高 其實可以 轉結一生 十九 授權 耍手 不理 都是成年人 不需要我 警迫 丁人 罷 所以 很多人 都說 你們都不喜歡 買召喚 所以 我不管你們 但是 買召喚 和 適時的關心 是兩回事 所以 你要定期的關心 順文 順文 讓部屬知道 你雖然授權 但是 仍在 依然 在意 那 是怎樣 呢 你 犯了一個 任務 你讓他們自己去做 你其實只需要 定期去問他們 怎樣 做成怎樣 有沒有需要我幫忙的事 有沒有什麼困難 之類的事 所以 通常 我都會有 週末的聚會 每個擺一 都會 做這個聚會 最主要 因為擺一 大家都有多多少少 問題 尤其是之後做 大家都沒有進入 所以 最好 開一個五分鐘的聚會 看人多於少 五至十五分鐘 那 你就可以問他們 你們的任務 有沒有 做得完 做得切 有沒有什麼困難 之類的事 所以 都算是很關心 兩歲的人都問 昨天又問 今天又問 明天又問 那就是沒意義的 最後一點 討論不是瑞士 也好 很多老闆都說 對團隊說 有問題 歡迎瑞士來找我 這句是黑套說話 都是應該說的 但是 說話說 其實應該要做預約制 切討論的時間 有人打擾的時候 討論才會有效 明天又不走 不像剛才我說的 我 我會有 Monday Stand Up Meeting 每逢拜五 臨不收工前 下半周 不是收工前 我沒有這麼差 就是 下午茶 大家都 因為準備要下班 大家都沒有心做工 我就會有個團隊 會有個團隊 拿很多東西出來討論 有時候我都會 做一些 內容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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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 不要沒有這個預約制 所以我本身是 一個之後組 擺一之後組 擺一之後組 擺五個下半周 大家都沒有心 沒有心上班 等下班的時間 就聊一下 過去的問題 之類的東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希望這段視頻幫到你 喜歡這段視頻的朋友 記得按個Like 如果你覺得這段視頻對你有幫助 不妨分享給朋友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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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